第二節回來,心明繼續跟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哲醫生 談談急性思覺失調 醫生,上一節提到急性思覺失調 也不會說下一分鐘突然出現 其實之前可能有三數日甚至有一個月幾個星期的蛛絲馬跡可能會看到 我就要很急問,有什麼蛛絲馬跡可以看到呢? 在我們臨床的經驗,其實我們都會察覺到一些很普通的症狀或問題 例如一些睡眠的問題,可能是思覺失調的人 可能他未病發之前,可以是很混亂的,或者是無法發生 這個都是一些很常見的現象 都常見,即是失眠是他伴隨著他會出現的情況 對,除此之外,也有可能,例如思覺失調的病人 其實他們都可能真的面對一些很大的壓力 如果他可能真的有不同上面的壓力 有發到這個病的情況,也會增加了 那我想問一下,你說到壓力 那有沒有說哪個年齡群的人 就多突然間出現這些思覺失調的情況? 如果說到思覺失調,其實最普遍的年齡群 是一些青少年,或者是一些早期的成年人 身上最多的 哦,就是青少年和青年 即是我們說年輕一點,反而是多一點 那這件事就是為父母和家人要留意 因為你剛才說過壓力 我們就在成年人來說,壓力是否很嚴重的事 原來在青少年人來說,他都會有他的壓力 亦都會容易引發到他有急性的思覺失調情況 那如果是這樣,可能會出現的壓力在青少年的階段 學業了 是啊,學業,考試,或者一些感情 失戀 即是我們成年人不要經常覺得 哦,小孩子來來學學很少的事 但可能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因素,可能會引發到他 我們說過有失眠,以及他會不會當時是有壓力的情況 有沒有其他因素呢? 其他呢,可能都要大家留意 就是本身的患者,會不會之前 本身家族會不會有遺傳的因素 例如一些思覺失調,或者其他病的情況 那樣東西都可能會增加到患者 即是患有思覺失調的一個機會 嗯,是的,如果自己家裡有親人有思覺失調的病歷 就要留意一下 是的,還有可能在年輕人那裡 現在都比較令我們很擔心的順見現象 就是一些濫藥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除了濫藥,本身的藥物發揮的作用 其實都可以有發一些比較急性的思覺失調的症狀 那都是要特別,可能家人或者其他身邊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 嗯,我們很多時候都有勸人 千萬不要濫藥,濫藥會令到你思覺失調 那如果年輕人會說,不是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濫藥 我都有一段時間,那為什麼會突然思覺失調呢? 都是跟濫藥相關 是的,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其實也有兩個情況 有一些就是,他一開始一濫藥,可能他本身的腦本質 那他一濫藥就會有發思覺失調 嗯,但是也有些個案 他們是可能真的吃了某些藥物,可能一些非法的藥物 可能吃了一段時間,一直都沒有東西 突然去到某個位置,他又會有一個思覺失調的情況 那所以呢,這個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想著,以前在那裡吃沒有東西 但是可能他將份量再增加,或者去到某一個時間的時候 對腦的傷害足夠的時候,都可以有一個急性思覺失調的情況 是的,那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吃開沒有東西就是沒有東西 好了,我們說回這個急性思覺失調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突然發作的時候 我們家人身邊的人要怎樣處理呢? 嗯,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也就是我相信,作為家人就真的很頭痛 嗯,因為呢 因為呢,那個急性思覺失調呢 真的,他之前完全沒有東西,突然這個轉變呢 其實壓力都挺大 所以呢,都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應該做,或者有些什麼不應該做 嗯,我想首先呢,千萬不要做 就是不要跟他爭論,或者跟他爭論 就是那個思覺失調的症狀 因為我們很常見呢,就想著呢 有些家人,或者有些朋友想著跟他去講 就是講道理,可能一次講不夠 講兩次,講三次 這個講不行,就找第二個講 嗯,很多時候呢 就是想著講到他服,或者講到他去理解 但是呢,很多時候大家的問題就是 真是,就是忘記了這個失調 那個失調的意思,他真的跟現實脫折了 其實呢,他們真的,那些病患者 他們的病患感,有時候是真的很低 或者甚至乎是沒有病患感的情況 嗯,所以這個也是正常的一部分 其實是,你這樣提起呢 麥醫生,我就想起了 有時候可能一般人,如果患者說 我聽到一些聲音,不會,我也聽不到 你不信嗎?你叫誰過來聽聽聽聽聽不聽到 你又叫誰過來聽聽聽聽聽不聽到 我們就以為,大家都告訴你沒有聲音 那你就應該相信是沒有聲音了 但是原來對患者來說 他真的,在他的心裡,他真的聽到 你十個人過來跟他說聽不到呢 都不會幫到他懷疑自己的,是嗎? 是啊,沒錯 因為他們真的不是單止心裡聽到 是要直接耳朵地聽到 因為那個感覺是好像真實的一樣 所以真的,他真的是自己的第一身的感覺 嗯 如果他會覺得,你們聽不到是你們的問題 而他真的,現實真的聽得到 所以他們是不覺得,這個是一個精靈命 而是真的現實存在著這個聲音 這個困擾他的情況 那我又代家人問,明明是沒有聲音 他經常說樓上有東西作聲,舉例 那他就覺得很困擾 啊,經常樓上作聲來吵著我 那人家真的沒有作聲 那我又不能附和他 要不然就好像,大家一起製造了一個假象出來 那應該怎樣跟他說好呢? 是的,所以剛才阿森明你都說得很好 我想第二件事不要做的 就真的,一方面也不要去抗爭 另一方面也不要附和他 因為這件事也會製造 令到他可能將那個妄想的情況 或者一些思覺失調的情況會更加加深 那這樣,所以應該怎樣做呢? 那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反而嘗試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看 雖然我不知道真實情況是怎樣 或者我感受不到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是你的時候 應該是很困擾的 可能是有情緒的困擾 或者甚至乎某些症狀 可能他會感受到 他可能會覺得有些避害的妄想 或者一些觸覺上面 可能他會覺得好像有些雷射射他 或者是有些磁場 會弄到他身體有不同的不舒服 其實你就可以運用這件事 去令到患者去感受到 原來你是理解他 這件事是他們困擾的地方 這是第一 第二,亦都可以 與此同時 可以用來做一個切入點 可以建議他去找相關專業的人士 譬如情緒問題 可以找其他專業的人士 或者找其他醫生去幫忙 如果身體的情況 也可以找其他醫生去幫忙 用切入點 可能他們接受的程度 又會更加理想一些 是的 如果聽密醫生說 第一件事 要在他切身處地 在他的角度去看看 我們有時都會想 如果他真的不停聽到聲音 去騷擾他的話 你想想一下 因為他聽起來是真的 所以就很騷擾 是否通常這些患者 聽到聲音 或者被人害 或者見到其他事情 都是在騷擾他的 都會令到他不舒服 不安 絕對 因為剛才所說 這些情況 他以前是沒有經歷過的 這件事也不僅是 本身的妄想 他擔心被人害 或者在觸覺上面 明明沒有 是很困擾 而另一個困擾就是 沒有人相信他 或者他可能說出來 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也帶給他們很大的困擾 所以如果你又跟他爭吵的時候 這個又會加深了他的困擾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跟他爭吵 他又覺得你不相信他 他會覺得好像很傻地跟你說 甚至乎會被人罵 那時候他會學會什麼呢 他會學會不說 不說 說你都不相信 就不要跟你說 然後可能他會學會 不單止不跟你說 也會不會跟身邊的朋友說 或者甚至乎 就算見了醫生 他也不會跟醫生說 那你就會想像得到 就算病情的情況再惡化 你也可能未必那麼容易 就這樣通過他的口中 去察覺得到出來 所以這件事 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理想 那就是說 醫生提醒大家 最重要是跟他維持一個好的關係 沒錯 令到他覺得家人 或者身邊的人 是要了解他 支持他 當他有不舒服的時候 他願意跟你說 因為願意跟你說 你才察覺到他有個情況 我們經常都會提醒患者 或者家人 要及早 早點醫 是會好的 早醫和遲醫 是否真的有很大分別 是的 其實在思覺失調的研究裡 其實很多時候是令到那個治療 有困難的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原來我們發覺 一些思覺失調的患者 他自己很多時候都未必會察覺到 真是靠家人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遲了 可能真的三五七年 或者甚至乎 一些可能真的去到十年 或者再長一點的時間 那那個問題會發生了什麼的變化呢 我想第一就是在腦上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結構上面 或者是一些神經傳導物質上面 都可以加深那個變化 這些壞的變化 這是第一 第二也是思覺失調的情況 其實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其實都可以影響到他一些社交 如果他有那些症狀的時候 當然會對身邊的人不相信 或者他會做出一些 或者說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令到周圍身邊的人都遠離他 那這些情況 其實也都可以影響到他讀書 或者是治理各方面的情況 其實這些情況 慢慢積越深 其實都可以令到那個病情 會越來越加深 那就是要聽麥醫生說 早些醫治如果你要拖幾年 可能他已經失去了讀書的黃金時間 如果正在吃藥的話 其實控制得好 是一樣可以上學 一樣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如果他正在工作的話 如果你拖這麼久的時候 整整一下他已經沒有了份工 他已經沒有了信心 再去找工作 所以這個及早的察覺 是相當之重要 如果有自己雙熟的醫生 當然是第一時間去問醫生 因為醫生才可以診斷到 當事人是否有這個思覺失調的情況 但如果你說沒有雙熟的醫生 其實在社會上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叫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其實在18區每區都有的 裡面有專業的社工 如果有疑問的話 其實他很歡迎 社會大眾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跟他們聯絡 看看怎樣可以幫到當事人 如果有關的資料 我們在網上也會附載給大家留意 今天很高興 也很感謝麥醫生 可以幫我們講解到 關於急性思覺失調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電郵給我們 或者登入我們的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